欢迎来到 探索频道 小朋友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将踏入新的学习 那你准备好了吗 在这一周 我们将一起来探索 圣经的一本书 那就是《粗埃及记》 在《粗埃及记》里 你会想到谁呢 有哪一些圣经人物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一遍《粗埃及记》吧 《粗埃及记》 圣经里面的第二本书 他讲述了之前那本书 创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 继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带着他全家70人 去到埃及之后发生的事 雅各的第11个孩子 约瑟成为了埃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又救了他全家脱离饥荒 所以埃及的法老王就批准他们搬去那里 作为他们的避难所 雅各最终在埃及那里死去 之后约瑟和他其他兄弟也一样 《粗埃及记》说的就是 过了大约400年后的事 而这书名所说的 其实是这卷书上半部分所发生的事 就是以色列逃亡离开埃及 但是这卷书其实还有另一部分 是发生在西奈山的山脚下 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会集中去看前半部分 也就是经历几百年后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人数增加变满纳蒂 这句话是刻意去回应 在伊甸园里 神给人类的祝福 他提醒我们 人类历史政府大图化 是怎么样的 人因为犯罪和叛逆神 而丧失了神的祝福 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家 透过他们去恢复 神对这个世界的祝福 但是新一代的法老王 并不觉得以色列是一个祝福 他认为这群日益强大的 以色列移民 威胁了他的统治 所以就像在创世纪一样 人反叛和嫌弃神的祝福 法老王尝试消灭以色列人 他用残酷的手段 劳逸他们 要他们做苦工 并且下令将以色列的男婴 带到尼罗河那里 淹死他们 法老在整本圣经里面 到目前是最残酷的人 他的王国是人对神的叛逆的最佳例子 他基于自己的利益 而重新定义什么是善与恶 他认为 残杀一些无辜的小孩 是一件好事 还即变得更糟于 创世纪里面的巴比伦 当以色列被这个新巴比伦欺压的时候 他们就向神去求救 神就回应他们了 神首先去扭转法老的邪恶计划 有一个以色列的妈妈 将他的儿子放进尼罗河里 不过他将孩子放在篮子里面 他漂浮到了法老自己的家那里 他的名叫摩西 他慢慢成长 最后被神使用 去战胜法老的恶势力 在这个关于燃烧荆棘的著名记载里面 神向摩西显现 差派他去见法老 吩咐他将以色列人释放出来 神告诉他说 法老必定会反抗 所以他会以不同的灾祸 去审判埃及 神也说他会让法老的心刚硬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重要的部分 神和法老之间的对抗 究竟神会让他的心刚硬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 并且谨慎地去看这部分 在摩西和法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圣经描述 法老自己心里面刚硬 这里没有说神做任何事情 接着神就带来了头五个灾祸 每一个都是对付法老和他所信奉的神明 而且每一次 摩西也给法老机会 要他谦卑自己 去释放以色列的子民 但是在每一个灾祸之后 我们看到法老还是继续的心里刚硬 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直到我们去到后面的五个灾祸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看到神让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看到的重点是 即使神知道法老会违抗他的质疑 神仍然给了他很多机会 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是法老的恶行 已经去到一个不可回转的地步 连他的大神也觉得他失去了理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才出手 令到法老的恶行去影响他救赎的目的 令到法老自取灭亡 同时拯救了他的子民 接着下来最后一灾 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 神扭转了整个局面 正如法老杀了许多以色列的男婴 在最后一灾 神要击杀埃及里面的长子 但是和法老不同的地方是 神提供了一个出路 就是透过羔羊的血 在这里 圣经开始很详细地说 这个以色列人 每年都要行的逾越节的礼仪 他们离开埃及前一晚 他们要献上年幼无缺的羔羊 将羔羊的血 插在他们的门框上面 当从神而来的灾难 临到埃及的时候 就会约过 塌了羊血的屋子 里面的长子就不需要死 所以由那时候开始 每年以色列人都会重演这一晚 去纪念和庆祝 神的公义和怜悯 法老因为他的狂傲和反叛 而失去了他的孩子 最后他只好放走以色列人 于是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 但是他们离开了不久 法老就改变主意 他召集了他的大军 去追击他们 想来个终极一战 以色列人在红海中间 很安全地走了过去 法老最终就自取灭亡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以圣经里面的第一首赞美诗 红海之歌作为终结 最后一句宣告 耶和华必作亡 这首诗以诗歌形式 附述了有关神国度的事迹 神的使命就是去对抗 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的邪恶 就是救赎那些被邪恶劳逸的人 神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而他神性的同在 也会住在他的子民当中 当神在他的子民当中作亡的时候 就是这样了 但他们唱完这首歌的时候 情况就开始改变了 以色列人在去西乃山的路程中 经过了旷野 他们又渴又饿 就开始埋怨摩西河神 为什么要救他们 他们竟然怀念在埃及的日子 简直就是疯了 于是神就恩待他们 在旷野那里供应水和食物给他们 但是这一连串的事情 就埋下了令人忧虑的复现 我们可能会想 以色列人的心 其实是不是跟法老的心一样刚硬呢 这就要下回分解了 《出埃及记》的上部分 来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 小朋友 你是否对《出埃及记》这本书 有了一些了解呢 你知道吗 就在今天的探索频道里 我们已经把《出埃及记》的上半段 读了一遍 你们实在是太棒了 相信你更清楚出埃及记了 拜拜